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试试过课 又如何 哪有值不值得 曾给过你快乐 不求 足够了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当然 就是签约吧 沈月然 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九州集团 你们居然联合起来骗王 是你不义在先 我们只是配合你演戏罢了 我原本以为 他真的对我悲心弃义 我们的合作 从现在起 结束了 没想到后面 我才知道他的计划 沈月然要卖掉客室 我由订婚宴拖出他 下面是我的计划 现在全网都是我两个丑门 股价都腰斩了 你还要卖 我告诉秦副总 你要利用订婚宴操纵股价 他答应我 愿意帮我出面 游说其他股东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给你演一场大戏 尤其是你的一巴掌 删得我到现在还云云作痛 把一个后现代女性 抗拒阶级命运的戏码 全是她淋漓尽致 实在是应该给你办一个 最佳演后奖 你也不错啊 纪先生 在我的感染下 多少有点真情流露 但是打渣男嘛 就是得下得去狠手啊 那个梦不会是真的吗 回头再找你算账 您听我解释 她 她们是练活者 秦悦 我只是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公司的理由 沈月然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自作自受 我现在代表九州集团最大股东 正式通知你 你已经被解雾了 你没有任何资格 签署任何合同 夏天 你是什么东西 你这样 你 够的是爷爷 说什么 休息了 爷爷在遗嘱上明明白白地说过 贺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所有都是我的 季总 小贺总 管家说 贺同行了 沈月然 你的独角戏结束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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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玉 爷爷 你醒了 老孩子 我都知道了 你们辛苦了 承贤 看来爷爷真的是老了 发现原来的我 是那么的固执 跟真正的有些人来比 心连感性 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小枫挺舒服 爷爷也醒了 好 现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我是不是能休息一半时间 你想干吗 我想 披甲 那我再考虑一下 还考虑 季总 我想出去玩 然后想吃好吃的 想吃好吃的 嗯 家里厨子是法国兰呆 想吃什么不能满足你啊 那出去玩呢 咱俩就可以找一个这样的小湖 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的那种 然后租一条小船 每天你当船长 我给你当水手 坐在湖里飘来飘去的 多舒服呀 听起来挺不错的 对啊 那你就不怕狐狸杀你 吃了 好 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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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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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